现在我为大家介绍我们贝斯美一代染色液染牙桥的方法 从牙尖往中三分之一的位置一次涂刷 涂刷次数两次 这样切断液就涂刷完成了 下面我们把修复体放入一代染色液中浸泡 由于一代染色液完美的渗透特点 我们浸泡15秒就已经能够达到要求 然后放进干锅进行烘干的步骤 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放置修复体的时候和面朝下 颈部朝上 现在我们将染色好的修复体放入烘干箱烘干 烘干箱要先进行预热 在90度的时候放入 烘干时间 单灌30分钟 牙桥60分钟 现在烘干的步骤就已经完成了 现在我们将烘干好的修复体放入贝斯美专用洁净炉 进行洁净 放在炉台上 调节烧结程序 放置好干锅以后 我们将炉台升上去 然后选择烧结程序 这是我们贝斯美推荐的一个常规烧结程序 待烧结程序完成以后 降至300度以下 降下炉糖 然后晾至室温 我们就可以把牙取出来了 现在温度已经降至室温 我们可以取出修复体 这就是贝斯美博金词 坚韩如薄 金则如玉 我可以取出修复体和将其他疗充滅干的 我可以取出修复体放入贝斯美丽 我可以取出两个小时子 我可以取出两个小时子 我可以取出一个小时子 我可以取出一个小时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